你们分去了 其实 是他自己搬出去住了 会离婚吗 没想好 我知道 有两张飞往东京的机票 我帮你做一个决定 好吗 言坤 我想你是误会了吧 你听我说 你上回跟我说 你留在上海是为了守着他 可是到如今还有这个必要 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 他早在广州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你的先生 不是吗 我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可是 一个离了婚的女人 哪怕事业再成功 在我眼里 就是不完整的 不对 那是别人眼中的看法 是 冯静 在我的心里面 你外表温温 内心其实非常的坚强 你那么优秀的一个人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维系一个 外表看似光鲜亮丽的婚姻 来去忍受一个 常年背叛你的丈夫吗 难道你所有的努力 都只是为了一个徒有虚表 却每时每刻都得让自己 伤心地泡影吗 你怎么会有的 抱歉 这些话本不应该从我的嘴里 说出来 但是我真的觉得 你该形形的 请原谅我的措辞 我的事 请让我自己解决好吗 喝茶 喝茶 跟我去日本看看吧 换一个新的环境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找回自己 那边的一切 我都已经安排妥当 我们一起 把小夏也带上 小夏很可爱不是吗 我真的很喜欢她 我相信我自己也会把小夏 当让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我也会 会追求你 当然 一定在你离婚以后 而现在 我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 守在你的身边 我会尊重你的感受 收拾工作吧 那边呢 是一个化妆品公司 是你最喜欢的 也是你最上场的工作 只要你去 职务 就是搞款 严宽 谢谢你 四个家人 这么高兴的 这些年 从没有像今天这样 感到温暖 对不起 叶坤 没事 都是我自愿的 可是 可是 可是我真的还没有想好 谢谢您 好 后天中午11点 非日本人 我真心地希望在机场可以见到你 再见 年坤 我不想在什么都没想好的时候 就做一个关于未来医生的决定 再见 年坤 哎 您